講起哈佛商學院的教授 我相信沒有誰比Michael Porter有名 他這麼有名 有一個項目留了十幾年 這個項目也啟發了我 推出全港首創的一個商鋪產品 這個項目是什麼呢? 他1979年出版了一個很著名的文章 How competitive forces save strategy 第一次介紹到Michael Porter的 Competitive five forces 每個大學的商學院學生都要學 也都形成了企業未來幾十年的策略基石 他講起研究一個項目 要看五樣東西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threat of new entrants threat of substitutes 和internal rivalry 有些人從1979年起 用了一個理論十幾年就發現 咦?不是呀!有些東西漏了 有一件事很多公司都很成功的元素 他還沒放進去 之後他九十年代中又加回 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availability of compliments 就形成了Michael Porter的six forces 所有人說起企業策略都要認識 那什麼是 compliments? 別說得那麼複雜 做生意就像吃薯條一樣 有茄汁 你就多吃兩條薯條 很棒的apps下載 你就買一部iPhone快點 上網又便宜又快 你就多玩一些社交媒體了 剛剛所說的 茄汁、apps 和上網又便宜又快 就是薯條、iPhone 和社交媒體的複製 試想想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茄汁 沒有apps 或者上網 又貴又慢 自然的人便吃少薯條 少買一部iPhone 和玩少一些社交媒體 聽起來這個複雜的概念 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很多行業都沒有善用到 包括商店 我經常說商店商店 商機行先、店舖行後 如果店舖做不到生意 沒有商機 價值就比較低 如果商戶想做生意 沒有間舖 又捕捉不到商機 所以商戶和業主 根本是一個複製 互補 但可惜 大部分業主 都不是這樣想 和商戶都是對立的 業主想加租 商戶想減租 商戶想多點的支援 業主就不要搞了那麼多 業主長遠間舖升了100倍 就完全不關於租戶士 變成長遠來說 商戶只要一直交租 業主就一直加租 大家根本不是互補 而是互鬥 市長很想改變這個現象 根據Michael Porter 的Six Forces 能夠達致雙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們2017年3月份 推出一個全港首創 服務式商鋪計劃 就像服務式住宅一樣 讓住戶輕鬆入屋 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們就跟商戶說 托展業務做你開店 提供三方面的支援 一 在商戶入場的時候 我們在裝修、水電煤、出牌的層面 有所資助 二 持續經營的層面 在市場推廣 IT的創意應用 清潔上網也好 我們也有所支援 三 最重要的是 看一間店 千多萬未必拿出來 但百多萬可以參與一下 我們會預留一筆的股份 給商戶利用的折扣 在租約期內可以投資 變成業主的一部分 即使一天周大福來搶了這間店 即是代表什麼 這間店升了值 商戶在這間店升值的層面 分分鐘都可以賺回來 就不用一輩子交足 可以參與升值 就一起有機會做 大福庸 剛剛所說的計劃 公開透明 我希望業主和商戶 能夠發揮這個 複製護保的效應 達至雙贏 一 我能夠引入更加好的商戶 在店鋪為它增值 二 商戶能夠拍攝更加有財力 支援的業主 減低起步、營運成本 做多些生意 多了生意 店鋪自然更加值錢 它又能夠參與升值的過程 這樣才是真正的商贏 就像Michael Porter 的 Six Forces 所說 如果投資者、業主和商戶 好好地發揮這個複製護保的作用 而不是互鬥的話 我相信社會會更加繁榮 大家賺多點錢 那就真是商店你可擁有 成會是香港首間證監會 持牌專注商店投資的資產管理公司 商店你可擁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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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